环境的变化是不由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面对环境的变化 有些时候企业不做选择 不做变化 最终被环境所改变 所淘汰 而能够让企业保持持续的活力的 最重要一点就是 我快于环境的去变化 来适应于那些我们未来所不可知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来说 我们看到 在所谓爱丽丝梦游先进的地方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台词 他说亲爱的 在这个地方你必须不停地奔跑 只有这样你才能停在原地 如果你真的想跑到哪一个地方的话 你必须加倍地努力 其实各位 在一个行业中间 当你是一个跟随者的时候 你拼命地努力 希望能够变成行业的领先者 当你变成行业领先的时候 其实你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因为在这一刻 你需要能够做到 你在当时追随者的时候 你还可以去效仿的那样种经验 但在这一刻 你必须是在这一刻 能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就好比是说 你在一个站台上 你可能等的是一个 没有时刻表的火车 但是这一刻 你必须准点 准时地乘上下一个时机 别闹 Bev 吉我 哪 试